有一個概念 那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是從一個起源池的東西 然後提到說每一個起源池它都有自己的那個人介啊 那當你準備兩個起源池 那它可能會覺得很容易消耗 其實會不相應消耗 可是當GIN這樣子越來越近的話 你就會把手下有一些作用 然後就是說它的人介會有破裂的情況 那我們把類似的情形它推廣到我們的 那這個概念的材料也就是锡 那我們知道說锡它在第三層就會完成的話 其實是有四個加電池 那這四個加電池的話當然就是說 假設如果我們準備N顆的錫電池的話 那把暗的距離套約有限當暗形成一整塊暗浪力材料的話 那它人介就會有也是會有分裂的情形 那上次已經在這裡都可以把這個贊品過程 跟大家講過一遍 那我還是稍微再跟大家說一下 也就是說 在它的那個3S軌運的話 其實每一個錄音的鞋子 它是有兩個空位 這兩個空位的話 其實它上面都可以做滿了兩個電池 而在3T軌運的話 其實它是有六個位置可以做 那實際上的話 它也是只有兩個電池鑽上面 因為它通過的話是一個加電池 那我們現在準備分科的鞋子 的話 那就是說 總共在3S軌運的話 有2N的位置 那3D軌運的話 也只有2N的位置 那它分裂就是 上面做的那個電池數目的話 就是分裂是2N跟2N 那當它這N科的CN軌運的話 靠近的時候 它慢慢就是 更加在3S軌運的話 應該是有這個 人間那個分裂的形成 那分裂完之後呢 其實讓它靠近到 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會整個 大概3N會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 原本的2N跟2N的位置 電池就坐在上面 然後它在這裏面的話 它其實是很微感電 也就是說 在中間這裡整個 都分在1N的時候 它是有8N的位置 它上面做的電池數目是12N 那我們再持續的去把它的 每一個原子的距離 越好越近的時候 它會再次的分裂 那我們上次在這邊提到的時候 就是說 它再次分裂的時候 每次看看原本的那個8N的位置的話 它是很平均的 很均勻的把它分成一半一半 也就是說下半部那個能量比較低的話 它是變成是有4N的位置 它上面有能量比較高的地方的話 一樣也是有4N的位置 那 剛剛原本坐在這些位置上面的這個電池 這4N跟電池 它們全部都是會想要坐在能量比較低的 這4N的位置上 所以你們會看到說 整個重新排列組的完之後呢 上面有4N的位置 下面有4N的位置 那所有4N的電池 是坐在能量比較低的地方 就是它有兩個能量這樣子的分部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能量這樣子上下兩個 一個能量比較高的能量比較低的能量 我們就把它分成裡面 分別就是說 能量比較高的這邊的 是一個能量的名字 叫做加電池 而上面這個能量比較高的這個 能量比較高的這個 能量比較高的 我們把它叫做導電池 那當然導電池的最下一個 我們就是特別把它叫做EC 就是 Candation Band 它的那個能量最低的位置 而 加電在最高的位置的話 能量最高的那個 那個 冷界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那個EV 那當然EC跟EV之間的差距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Band Game 也就是這個半導體材料的能量 或是叫做Energy Game 那這個能量的話 當然比如說 針對不同的材料 包括導體、原地也好 然後還有我們這裡 最大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半導體材料的話 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材料 要讓它可以導電進行傳導 的話你必須要提供給這個 這個材料足夠的能量 而這個足夠的能量 其實就是這個材料本身的能量 就是EC跟EV之間的差距 OK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一直都在強調 當EV之間的 或是在一個很低溫絕對領度的時候 那基本上所有的電子 它都是在加電帶 就是能量較低的地方 那高電帶是沒有電子的 那我們要看這個材料 它的那個 老電性的好壞的話 其實就是說 用它 老電帶上面的那個 比較高的地方 那個電子 數目比較多的話 那它就算是一個電 那我們 以前就是有個教說 其實在這個概念的話 可以那個水塔的水 在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整個大額要使用的話 你必須不想抽到上面的水塔 那你抽不上去的話 就是要提供給這個水 額外的能量 而這個能量的 至少就是說你要高度要那個E區 如果說你這個能量的高度台幣 它比E區還要來的小的話 那當然電子的它是同上 好不到那個 寶貝的那個 寶貝的那個 就是 沒辦法這個 寶貝那個 寶貝在浪費 寶貝就是 那個 平日要做寶貝 電子好像可以變成傳導電子 然後它其實是整個 我們的個性質看表現 然後就可以自由電子是點重的 那當然一旦你有一顆電子是吸收住的 然後我們放電帶的話 它同樣會在家電帶的地方 對下一個帶震點的電動 它們的就是清爽程度會出現 所以我們也會這樣子電子電動的這個方式 來稱呼說 一個提供的電動的話 讓電子跑到那個電帶 那家電帶同樣會出現一個電動 所以接下來這個電動的聲音 我們有提到這個重量 就是說其實我們用這個 能量對動量的這個比例性的話 它其實上半部跟下半部 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電動態是一樣的 那我這邊特別表示出說 不同的半導體材料的話 它們在它的老電帶的最下一個 跟家電帶的最上一個 它們可能不一定是在相同的動量之下 那也在這裡就是花了一點點時間 在討論這個 那這裡正業的重量大致非常重要 當然就是說 像是比較單純的話 如果是像是真話架這個材料 你看它的老電帶的波骨 最下雲碼跟家電帶的波鋒 是在相同動量的地方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的材料 叫做直接人系的半部一層 那也就是說 你的電子要從 架電帶跑上面到電子 上面這個黑色一個一個就是電子 下面這個白色就是電動 那你又跑上去幾個 電子後就會留下幾個電動在下面這邊 那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給它能量的話 吸收出的能量 它就可以不用做任何重要改變 它就載到你的老電 老電帶這樣子 那它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型的表現 那相對來說的話 你假設就能拿到一個材料 它的能量對動量的圖 其實像是說外面這邊 那我們就是一樣 就是說說 它老電帶的最下雲碼 跟家電帶的最下雲碼 的話 它中間的那個動量是有這個差距 也就是表示說 我們的電子如果要從 家電帶跑到老電帶 的話它必須有一些 額外的輔助 它才可以搬到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的搬到的材料 叫做那個 間接人性搬到的材料 那當然這邊的話 就是說 可能在一些 通電眼線 如果有這種 直接人性的電線 的話它的 差異就會很大 那 我們也 在這裡也知道就是說 我們可以從 那 不管是 那當然就是 它的 脫鋒跟脫鋒的 差距的話 有 那當然就是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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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就是說它比較吸收大於 至少大於這個異菌的電池才可以從下面點到上面 我們這邊也是分類到像是頭體 就大部分的那個金屬 其實它有兩種人帶的那個典型的西式 那當然這兩個它相似的地方在於說它本身老電我不知道它的老電性質非常好 所以依據我們剛剛對人帶圖的那個東西的話 其實賴北維持就說它的老電帶那邊一定要有電池 因為你的如果老電帶那邊沒電池就是它的老電性質比較差嘛 那所以它整個冷帶的分布的話可能就很像是上半部 其實一開始你看到這個冷帶圖的時候 它的那個老電帶那邊就部分其實已經被填滿了這個藍藍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我們電子已經佔據的部分的老電帶 那有老電帶那邊有電子的話 那它就是可以進行傳到 那或者你會看到說有些那個導體 它表現出來的那個那個 人帶圖的話是 它的老電帶跟家電帶是不是有稍微有點充電 我們在有這樣子的形式 那它也是一樣啊 就是既然有充電的話就是也是個部分的電子 是在我的那個老電帶當中 所以這兩個雖然說有一點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它其實要呈現出來的那個導體的特性的話 其實是相同的就是說 OK 人家那邊一定要用電子 它才可以進行傳到 OK 那如果說是那個絕緣體的材料的話 那絕緣體的材料它一樣是有那個老電帶 就是在家電帶這樣子的溫度 那電子的資訊部都是在 幾乎都是佔助在我們下班的家電帶當中 那它唯一就是在這裡特別有一點就是說 對絕緣體來講的話 它的冷氣移均的大小是非常大的 那比如說像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它可能是9電子不克 那它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給這個絕緣體的材料 9電子不克能量 它還是可以讓它加了一下電子 跑到老電帶過 就是我們很難去幫忙它 而且你弄上去的話 但那個傳導電子的數目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就幾乎就會 就是故意做選擇 我們覺得那個資材料跟說 如果假裝我們就需要 有大量電子的溫度的時候 所以說對絕緣體來講 那這裡就是它的溫度能力大小非常大 那在老電帶幾乎是沒有電子的 所有的電子都是在我的家電帶當中 那就算你那個 就像是現在偏壓一樣 或是用熱能照光等等的那個能量的話 其實這些能量是 不足以讓它跨越它中間這個 很新的障礙 我好想去論到 絕緣體材料的話 它本身就是呈現出 那個非常高電子的特性 好所以現在接下來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在這門課之後 我們這個經過是半導體材料 那對半導體材料的話 其實我們會一直看到說 它的一些 我們在出來表示說 它的這個不同元件 它的電子傳導的方式 那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的 跟剛剛的Jerity 它的代表它的要件 就是它的那個能力大小 它就是差不多 我剛剛是Joget 那對半導體材料來講的話 可能是接近一點點不論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的 我跟剛剛已經有提到的 那是吸壓 或者是生化 其他人的話其實是 對面是一點點跟一點點死的 都是很接近很低的 而且我表示說 其實在室溫底下的外界的那個 溫度增加能量的話 就注意讓部分的電子 從兩台到我們導電帶當中 你不需要額外去這樣吃兩天 它其實就是有 有不錯的那個導電物性質 那當然出位就是說 你當這個半導體材料 是在絕對印度的時候 那才沒有任何的那個 就是半導電子在我們的導電帶當中 那它當然就是 都能幫忙展現出 導電的那個特性 所以在這問題下的話 就是 溫度就注意讓它跑上去 所以你會看到說 它應該就是畫說 塞裝成對的那個電子電動 它就是分明在導電帶 攀加電帶 這樣塞裝成對的出現 就是我們剛看到外界溫度的話 就可以注意到 電子從下面跑到這邊去 好 那上次我們這裡就是 看到這個式子其實有一點 覺得好像有點複雜 不過老師跟大家講說 其實它要表示的概念是很簡單的 也就是說它同樣是吧 我想要看說 這個半導體材料它的電子的密度 或者我們不是說把它講說 其實它的定義就是說 在 真的這個半導體材料來講的話 它在 單位體積裡面 它的 電子的數目 那當然對電子 電子來討論的話 其實我們有時候 會去討論電動的數目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今天等一下會 再提到就是說 你可能做一些摻雜 讓這個 半導體材料 它內附的 宅子 的 數目的話 我們會往 特定的方向去跑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去討論說 這個半導體材料 它本身的 那個 電子 或是電動的 密度的大小 那它的特別就是說 它的單位的話 就是體積的 導數 所以比較常見就是 那個 力量過分的 導數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提到說 這個 電子的 密度 當然 導電材電子的密度的話 我們就是 看它就是 我們把上面這個 電材什麼 它很多個分裂的 這樣子 等於是 應序的那個 能接數 那我們看 在第一裡面的話 到底可以 第一的階段裡面 它有幾個電子道路 從最底下 把它寄到最上 因為它整個 電材這樣 基本系統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說 在這個 半導體材料裡面 它能夠 可以進行傳統 電子的數目 那我們就 既然它是 在定義裡面的 不同 它拆解成這樣 這個大寫的 N的話 就是說 在定義裡面它可能有 好幾個不同的位置 而電子 在這些位置出現的 幾率的話 其實 因為我們後面 就會有提到 它可能在 特別是不同溫度啦 或者是說 在不同的 能量的位置的話 像它電子 出現的 機會是 不一樣的 那我們剛剛就已經知道說 絕大部分電池 都會比較喜歡 填在那個 能量比較低的地方 它比較高的話 其實 它的出現的頻率就 比較低 但是還是有因為 我們 外界已經有 有比較高的溫度的話 所以電池還是有 出現在 比較高能量的 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子 一樣 就是把它採取成這樣 基本線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 辦公室它裡面 它的 電子 密度的大效 當然剛剛提到 這個電子 出現的 機會的話 我們用這個 可以給它 跟那個 奔波 就是說 在不同的能量位置的話 它出現的 幾率是不同的 當然這邊 可以定義出一個 交費 等級的東西 EF 它指的就是說 變質在 在那個 能量底下的話 它出現的 其實剛好是 它的支某式 就是剛好是 你半分 就是說 可以以這樣子的 路線來看 看它的 不同的 出現的話 就是 在不同的溫度 那 一監調 EF的話 當然就是說 一監調 EF 或者是 在負的地方的話 就跟你說 它是在 EF底下 那量較低的位置 當然它出現的 幾率是比較高的 但是它如果 在EF底下的話 它其實 那個 鏈子出現的 幾率就是 完全中間 好 那我們上次最後 就在 在這 這裡 那我們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 把剛剛的那個 概念 把它在 用不同的形式 來分析 像如果說 人帶圖的話 我們已經很熟悉的 就是說 針對一個半導力材料 它的導電單 下電單 這樣設它 有足夠的 另外間的空間 就電子 會跑到 我們的那個 導電單 那下面就會出現 跑上去 可能就會留下一顆的 電動在那邊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先到最後的進步 也就是說 你如果去看 它的 在不同能量的分布的話 其實就是說 每跳上去 一顆 電子就會 留下一顆電動在 加電代碼 所以你看它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說 它整個分布的 淨光化的 電子的 這個小的是電子的 密度 就是說 大會提起電子的數目 而這個小P的話 就是 電動的密度一樣 就是說 大會提起電動的數目 那既然每跳上去 一顆就會留下一顆 震點在下面的話 其實你看 我們電子的密度 如果適合我們把它 定義成 ni 一個分子的濃度 就是一個數字好了 那它 兩個應該是會想證明 就是說 底下的 電動的那個 數目的話 其實也會是 ni 所以 最後一個 這個 就跟我們剛剛前面的 那個 能代表這樣 表示它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我們中間這兩個的話 就是 其實就是 我們 特別是第三個 我們剛剛有稍微看到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它算是 可以 我們上面前面有 介紹它 可以 就是它的那個 在裡面 當地裡面 預期的 很接觸 就是 概念就有點像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它有多少個位置 那當然 這裡的話 中間 它的那個 能隙的地方的話 其實電子 是不會 提供在這裡面 它是一個 緊緻的那個 能隙嘛 所以你看 中間在它的那個 能隙的地方的話 其實它是 沒任何的位置 那 底下的話 它就是 分別在 它就是有 這樣子的位置 它到時候的話 電子就有機會 在這樣子的 能量出現 那 後面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 前面的那個 德里拉克 奔復的信息 那這裡這個 奔復的信息的話 其實 怎麼看呢 你看喔 它底下這邊的話 是 到1的話 就是幾乎是接近百分之百 那中間0.5 就是百分之五 那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 費米呢 接的這個 能量 它剛好就是說 這個電子它出現的 幾乎是 剛好是一半的 那我們也曉得說 你往能量越低的地方去走 的話 電子是越容易出現 所以你看 能量越低的話 它在 家電在這邊的話 它電子出現的幾乎 其實是接近百分之百 那相對來說的話 能量比較高的這個位置的話 它電子出現的幾乎是很低很低 不過還是有 還是狂妄的 很小一層 因為外界的東西有上升 它還是有 出現在能量高的這一個位置 所以它的那個分布就是這樣 中間這個就是 它出現的幾乎 剛好是一般 剛好是它分布的幾乎的地方 那 以下這邊就是 比能量 它電子都是佔據在比能這樣 那我們就把它跟 最後一個圖這邊 融合起來 其實它這兩個圖 去把它做一個 呃 幾分 因為特別我們這邊 是來講那個 電子 所以每次上面這邊 跟這邊 幾分起來的話 其實就是這裡的那個 陰影這邊的 面積的大小 那我們想說像這個電子裝成熟水 所以它的面積跟 底下電動的面積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在把 這一頁的這四個圖 再詳細的詳細的詳細 第一個主題是我們 那個比較主力的那個 能帶的表現 那後面的話 大概也是 主要是要呈現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基本式的這個概念 好 所以這邊當然就是 我想一下 就是老師剛剛在圖上面 那部分都會佔據在 家裡帶的地方 那當然 如果在 對它 設定更加適溫的話 當然就是 在島電帶那邊的電子書 那邊的電子書 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進入到 然後呢 今天這個 新的 還沒有介紹的東西 就是說 呃 剛剛提到 廢物那些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它 一定在上面 佔據的 其實剛好是 一般的規矢 那如果我們 對於一個 本質的 半導體調整 一般的事情的話 就是代表意思就是說 我們沒有跟它做過的殘渣 就是說 這個 這個材料它本身 呃 它沒有經過殘渣的時候 那 它本身內部 就是自然會有這些 栽子 那 這個本質的 沒有做殘渣的 半導體材料的話 其實 不管你的溫度 外界溫度 怎麼去改變它 它的那個 EF的位置的話 其實是 是不受到它的影響而已 也就是說它都是一直在這一個位置 那 下面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要把 剛剛 提到的 分別是個小電災 跟 家庭在那邊的那個 電子看 電動的數目的話 我們想要把它 稍微變化一下 如果想要 以 有什麼能量的差距啊 或者是說 外界溫度的改變 它是怎麼受到影響的話 我們就用這兩個式子來 設計出來 那當然這兩個式子 怎麼來 其實課本它有 還蠻複雜的 這個基本的式子 那大家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看一下它 這個推測過程 那我們就把它的那個 結果之間拿來用 因為這邊 結果之間拿來用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的 電子的 這個半導力材料 或是半導力材料 它的電子數目的話 其實主要 是跟它的 能量的差距 很快 那我們知道 EF剛好是 電子出現機率 是一半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它當作 很像是一個 參考的主標 它是一個 參考電 那當那個 它們那個 差距有些變化的話 就是這樣 影響到出 它的電子的濃度 那 在這個Exponential前面 不管是電子也好 電動量 它會出現這個 NC跟NV的話 其實這邊 NC的話 它的NV分別就是代表 它在 導電帶的 有效能量 台位 那另外一個 NV的話 就是說在加電 在它的 有效能量的 台位 也就是說 概念就有影響了 它的位置 其實是 有關係的 那 既然 我們現在 聽過說之間 把這樣子的結果 拿來使用的話 那我想要訊解說 到底 EF是在 我能代表的 大概是 比較靠上面 還是比較靠現在 就是剛好是中間 我想要把 這樣子的那個 數字的那個 符號的那個 呈現 我想要把它 量視出來的話 那我們可以 就做底下這個推道 那當然 再做底下去 就是如果 剛剛在前面的 第四個圖證明 有聽到說 你 電磁電動 是乘到 什麼的出現 所以說 你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這個 N的數目 跟P的數目 兩個是相等的 而且我們把它 相等的那個 數字的話 它定乘 是NI 那我們就 藉由這樣子的結果 還有上面 這兩個四次的話 我想要來 推算一下 就是說 EF 它到底 應該是出現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那要是在 擺到這邊的話 稍微把這個 介紹給大家 來開一遍 也就是說 利用剛剛 前面這三個四次的話 看能不能去 把這個EF 用 其他我們已經知道的 一些 項目 來把它分數 所以 N等於P 也就是電子 還電都是 承受到 所以它們兩個 的濃度 是相等的 然後我們把它 第一層的 本質的濃度 NI 好 所以我們就 N等於P 那我們知道 N和P分類就是 這兩個事情 會發生過來 後面就是N的話 NC 也就是表面在裡面的 人生 那樣的開位 然後 後面還有一個 詢問一下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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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來這裡的話 就是 稍微留意一下 它的 那個experiment裡面 EF 它 一個分別是在後面 那一個分別是在前面 這邊 如果你要去的話 其實就是說 小貓裡面的話 都是 能量較高 硬定高度 減量的項目 只要EF 它是在 EC 就是EF 那它就是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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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是在對線 我們可以用一些 尖叫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用的跡象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來 記著一個詩詞 我們就 幫 Paner 接下來稍微把它 一下一下 這個 就把這個 NC 這個 把它 把它 重複 叫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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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看它的上面有感覺是 最方便的把它出 出完之後應該是 其實我們注意到 每次觀眾有兩個符號 我們先做一個通過 先把這個符號消掉 不然這樣看一下 如果我們先把它整個 符號消掉完 就把它 蓋到小包裡面 那今天就變成是 變成一月的符號 這樣子 稍微要先過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它的那個 前面的 那一下 然後這樣就說 我們直接把它裡面 下進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就說 我們直接把它裡面 下進就可以了 再進行 這邊的 這邊的 我給它現在的出鍋了 我給它吃 加上 然後再加上一筆 好,到這裡的話,當然接下來的重度就是把這個Exponium消掉 那當然最簡單的報紙就是把左右兩邊 蓋上去的肉盆就可以搬到這樣子的 我現在看到的目的就是去Achurno 那會是對於嗎? 對 不,不,不 不,不 不,不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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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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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 那,我們就把它EF1跟EA1跟你玩 它是在於EC加上EV數2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項稍微微小一點 就是它我們這項的話等一下是可以不用去控制它 主要的就是說這邊出來的話 知道說不同的半導體材料的話 我看到不同的分屍跟能力 那你的紅度也知道 但你可以或是滿臺灣的 就在你進展之後我們發現 你如果第一次帶絲文再買絕對的話 後面這一項其實是很小的 所以我可以入獄 那既然有小特有入獄的話 這邊是前面的EF 我們直接用前面這一項來表示 那這項來表示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其實等於是 這個北平能界的位置 它剛好是EC加EV數2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在圖上來呈現的話 會比較像是36點 剛好就是說EC在這個位置 EV在這個位置 而如果它剛好是等於EC加EV數2 就是剛好是出現在我的能系的重心的位置 那這一個概念其實也還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我們對一個那個本質半導體材料來講話 你還沒有做任何殘渣的時候 貝能能界的位置 剛好是在它的能系的重心 那我要特別想要是給我殘渣 因為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今天為什麼會講到說 當它殘渣之後 其實這個貝能能界的位置的話 是會稍微躺動這樣 OK 那打掃也能不能坐一下 畢竟可以看一下說整個 可以藉由這邊的這個325去推算出書 它的可以接在我們的代理的位置 那我們應該再跟打掃也能夠重點示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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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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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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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ます